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大成经》里面看得很多很多 前面也跟诸位报告过 因为道场天天都有新来的同学 前面没听到的 于是多少也要讲两句 以补足他没有听到的 这个名词是可以翻成中文的 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无上证的证诀 为什么不翻呢 这一句叫做尊重不翻 大成佛法 在法上讲的就是这一句 如果你得到无上证的证诀 你得到这个法了 那么就成佛了 你就证得佛果了 所以佛是果地上的名称 这个是果法的名称 好像一个是学位 一个是你的所修的学分 是这么一个意思 要用现代的话来讲 大家比较上更容易体会 这一句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智慧到究竟圆满 那就是无所不知 过去现在未来 词界踏放 无所不知 无所不难 就是这个意思 佛告诉我们 究竟圆满的智慧 不是诸佛如来独有 而是一切众生 人人居足 过过不无 统统都有 有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 感觉当中 完全没有智慧 这原因是什么呢 看这一句就晓得了吧 心量小了 心量不大 所以你的智慧 不能先前 这是真的 智慧是随着心量 扩大的 你的心量越大 智慧就越大 天人 比我们 人道 智慧就大 到底在哪里呢 他的心量 比我们大 四界天人 他们除了修禅定之外 还要修 四无量心 慈 悲 息 时 他的心量 当然比我们大 智慧比我们大 深温的心量 比四界 五四界天 要大 辟知佛的心量 比摩罗汉大 菩萨的心量 大过二成 心量越大 你本性里面的智慧 就透得多 所以心量小不行 小心量是米 到等救菩萨 前面讲了 环游一分法治 美波 所以 他的心量 比不上佛 佛的心量 才真正达到 旧经缘案 我们 要是 明白这个事实了 就晓得 把心量脱开 很要紧 菩萨修行 叫我们 学 叫我们 放下 学什么 学得讲 就是 小心量 学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 心量就不大了 学静了 那就是 圆满菩提 就达到 无上了 这就是 有点 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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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